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 第29届奥运会羽毛球比赛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女子单打 4分1决赛的最后一场球 由现代的女子单打 是叶杏芳迎战代表德国出战的徐怀文 在今天这场比赛转播当中 我们继续邀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 世界羽毛球著名选手赵建华 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大家好 在这场比赛之前呢 中国队在前面的三场女单半决赛里面 占据了两个席位 张宁和卢兰都是顺利晋级四强 张宁将在下半区面对印度尼西亚选手 马利亚尤里安帝的挑战 那么卢兰呢 是和谢信芳分在一个半区 如果谢信芳获胜的话 他们两个人将在半决赛相遇 现在比赛刚刚开始1比1 徐怀文也是前中国队的选手 后来到了德国打球 现在获得了代表德国 参加国际比赛的资格 这场方形成开赛以来的第一个多拍 徐怀文在正手底线一个过度直线 就没有打好 那么像女单选手 基本上还是需要通过多拍 因为女单她不像男单那样 就是说有那么就比较凶的那种进攻 好 有一些顺风 这样是出了底线 使得力量大了一点 赛前呢 经过挑边 谢信芳是挑在了 最好是在了这个第一局 有一点顺风的这一边 对她从这个风向上稍微有一些不利 谢谢 徐怀文也是连续控制对方两个底线 比较成功 那么我觉得徐怀文这样的选手 还有包括在荷兰的瑶杰 还有法国的皮鸿燕 他们在欧洲打球呢 尽管他们从能力 还有训练水平来讲 可能不如留在国内的国家队 但是由于他们在那边比赛非常多 而且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去做 这样对自己的综合能力提高很 很有帮助 是 确实 那么很多选手出去了以后 而且基本上年龄也 其实也是算比较大的 那么为什么还是可以 继续在这个国区现场上 那么就像刚才洪刚说的 因为他们出去以后 一方面在这个训练条件上面 我觉得虽然可能对手不一样 但是呢他们的比赛机会比较多 这是一个 而且已经完全变为一个主力队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可能就是说把握了好的机会 现在我们看到徐怀文呢 在开场之后这个第一局 打得还是比较积极主动 通过控制对方的两个底线 有机会的时候呢 也是有一些变速突击 这个球 这个球 谢行方还是抓到了对方的推队角线 对 但是点杀下网 很可惜 这个球 这个球在刚刚前面的一场比赛里边 就卢兰的那一场球 对黄妙珠也是经常看到 确实 但是现在徐怀文最少在打法上 我觉得要比刚才的黄妙珠 对方说要稍微聪明一点 因为他充分地利用了这个场地的 这个有利的这个因素 对 就是战术打得更加对头 对 好 那么谢行方呢 大家还是都是非常熟悉了 但是他也是在04年雅典奥运会之后 迅速成长为中国队一号主力的一个选手 他其实这还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谢行方的球总体上还是比较凶的 作为一个女的选手 身材也比较高 所以他的球呢 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有力 而且也比较凶 其实碰到 也也是碰到这些 从中国队出去的这些选手 无论徐怀文 提红彦还是姚杰 都非常难打我们的队员 对 他们的心态特别好 而我们的这个心态肯定不容 对方那样能够摆正 对 确实 反拍过度 质量还不错 谢行方下压 停抽 对方挡网 对方挡网 这个球又是 四线是一届内 对徐怀文的战术非常的明确 今天这一场球我们看到场上的这个失线还是比较多来自其他国家的裁判 国际宇联组织 国际宇联组织的比赛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打到后面这几轮的时候呢 因为只剩一块场地了 这样它能够保证从裁判发球裁判到四线员都是来自第三个协会 就是和场上的两个队员不来自同一个协会 这也是这次国际宇联在这个执法工作当中所重点要做的一件事情 球出了边线 5比8 那么目前开局先行方是属于领先 属于落后 5比8 那么其原因当然就像刚才上一场一样的 那么因为在这个顺风的这个场地上 那么打起来当然就会受到一定的局限 可惜 这个球勾对角要 快打得太靠边了 结果出键 不过谢庆芳的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 在以前像中国大师赛在成都举行的时候 当时的四川城体育馆呢 因为时间比较长 所以也是风比较大的一个场 谢庆芳在这个风向不利的情况下 他毕竟还是有一定的能力 也是还是能够引起 所以今天呢并没有像黄妙珠第一场第一局在这边 这边就简直就没法打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他还可以和对方进行一些对抗 其实一个高水平选手就必须做到 你在顺风也能打好逆风也能打好 对 就是尤其在这个不利的因素情况下 要怎样去调整 怎样去改变自己的一些技战术 所以我们看到谢庆芳呢 反而利用他的这个四方球把对手拉得比较开 这个球放网的质量不高 让对方再往前有充分的空间 我们现在就戳了一个贴网的球 我们从这个慢接头来看 那么这个球戳了还是非常贴网 质量比较高 10比6 其实作为一个单打运动员 如果你往前比较好的话 这样可能会为自己带来 比较大的这个优势 那么如果你往前好 那当对方回球的质量不是很好的时候 那么你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机会 所以现今呢 就对运动员在场上的要求比较高 所以每个球都不能放松 我们继续来看两个人接下来的争夺 好 球还是在界内 他压两个底线确实压得很凶 而且非常大胆 对 这个球的压线 刚刚一压线 这个力量再稍微大点他也出界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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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也是 谢清风在往前高点 戳了一个滚网球 回敬一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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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怀文这场比赛上来之后 打得比较自信的 可能也跟前不久 尤博碑他带领德国队 第一次打进尤博碑四强 成绩非常好 也体现了他的状态 也有一定的关系 好球 那么我们也看到 谢清风跟徐怀文 在这个队拉掉的过程当中 那么 谢清风还是及时地抓到了 这个反击的机会 一个投顶区的这个点杀 还是非常成功 谢谢 其实在女单的比赛当中 确实是需要一方面 作为她们运动员本身 需要很强的这个体力 再一个就是需要她们的这个 步伐在场上 要移动要快 而且要积极 好球 中国队的两位教练员 是唐学华和李志锋 戴帽子的是唐学华 来自江苏 李志锋来自福建 好球 两个人都打得很漂亮 好球 大家跑的这个角度 都是比较大的一些角度 好球 下压的机会 徐怀文自己失误 双方印度远这几个球的奔跑 消耗还是相当大 因为很多角度都是比较大的球 前面会重变到中心 带小镇 谢谢 接近方追回来一点 9比12 我们推对角线推得很快 对 这个球二线推得比较平 这球如果拿反拍去过渡一下 可能会比较容易一些 因为这个球要完全用头顶去打的话 这个难度会比较大一些 前面多拍打得很多 对 两个人控制一下节奏 方方消耗也比较大 有需要一些调整 今年的中国队参加奥运会 在女单男单还有女双 这三个项目上都是拿满了 三个奥运会参赛名额 国际原来为了使这个羽毛球比赛 能够受到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关注 能够有更多国家地区的选手来加入 也是对这个参赛资格进行了改革 我觉得还是非常合理的 它从过去是 只要你选手都在前十六 世界排名前十六里面 就可以有三个人参加 然后后来呢 严格到了 必须在前八里面 到今年的这节奥运会 是严格到 必须前四里面你有三个选手 才能拿满三个名额 前十里面就确实不容易了 那么从这一点 现在也看出中国选手 那么目前在这个羽团上面的 这个实力还是非常强大的 对方头顶点杀斜线 被斜线方挡到往前 一个挡网 质量很高 去球的时候呢 击球点比较偏厚 所以如果拍面控制不好的话 这个球很容易出界 压得非常平 这球没有打正 徐怀文没有打正部位 打在了好像是拍框上 那么目前还有两分之差落后 如果第一局 谢新芳能够顺利地拿下的话 我相信第二局会 打得比较轻松一些 半场 漂亮 算是半场球的机会 点杀得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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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刚才徐怀文是通过一个高质量的揭发球 那么为自己又增添了一分 15比13 目前还是两分之差 那么现阶段应该算比较辛苦的时候 因为谢行芳也提出来需要做一些调整 那么相信因为在这个孤立的场地下 要能够顶住的话 当然花费的体力会比较大 这个球出了底线 但谢行芳现在只落后一分 在这儿呢 我觉得这一局确实体现了谢行芳 他的技术能力 在这些女单选手里面 他在顺风这边场地 能够打得比其他人更好一点 确实不容易 尤其在这个形形不立的因素下 球出了边线 15平 而且是在徐怀文的战术 基本上还比较得当的情况下 谢行芳也是对这种困难做了充分的准备 现在扳平了比分 好球 抓对方推球 点下直线得分 那么谢行芳的这个突击的强项 那么也充分体现出来 我们再看一下慢进的 头顶的刹直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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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也突然的一个下压 对 这球比较被动 非常尖 弱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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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個多拍 好球 徐懷文這個球 在出現非常好機會的情況下 再次殺球下王 對 對 這些我們也看到 現行方真是費了很大的努力 救了好多個這些難度比較大的球 這球的消耗其實對雙方運動一樣 都應該比較大 但是我們也看到這個畫面上 徐懷文也面帶著笑容 但是覺得這個球還是非常可惜 因為一個很好的機會 你可以看到他心態特別好 是 當然我覺得從這個壓力方面 謝幸芳應該會比他大一些 沒錯 誰看這場球都會覺得 謝幸芳應該是十拿九穩的 能夠贏下來 對 因為不管是從實力方面 名氣方面都比徐懷文要來得大 再一個又是在這個 北京舉辦這個奧運會 很多人都對現行方 具有很高的這個希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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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加油 兩個人都有一些主動情況下的失誤 這個球其實點強得很高 我們看一下慢進手 但是因為對方的這個球呢 因為離網比較遠 再加上先進方想把這個球呢 放的質量好一點 所以在力量方面的控制方面呢 沒有掌握好出現了失誤 加油 第一局的比分現在是17平 也是非常關鍵的時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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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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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文有一些著急 對 隊友殺出了劍萬 十九比十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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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还是第一次出现领先 关键分 双方都还有机会 要求高了一些 出现领先 对对对 20比18获得了局点 一球反派的党网也比较突然 一個加力 幾乎是反拍抽下來 抓了先生方一個習慣球路 對 稍微調整一下 喘一口氣 因為體力確實消耗比較大 那麼這時候應該集中精力 減少一下自己的失誤 好球 這個球回的也很有質量 這樣21比19 謝近方是在開局落後的情況下 咬緊牙關逐漸地追了上來 最後兩分險勝 我覺得這一局確實是憑實力 憑能力拿下來 對 對 對 而且應該是在很不利的情況下 如果能夠就是贏了這個第一局 我相信第二局處理得好的話 應該會比較輕鬆一點